我看到Nita你舉起了手 Nita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也突然想到 因為我覺得這個toppy實在太有趣了 因為我也是 我是從去年三月開始 然後就跟一群女人 我們就開始有點像那樣子 減肥這樣子 就減脂這種 就一群人開始 然後大家就會每天做記錄 做了很多事情這樣 然後那剛好這個東西 就是你今天討論這個段時也是 我那個時候也有研究過看過東西 但是我就是做168 但是我們每個人到最後也是 哎呀大家一開始就非常有成效 每一個人那個體重可是哗啦哗啦掉 然後但到最後呢 那個影忍不住以後 大家就有點 開始各種各樣的party 然後就 這群人過了一年 大家現在都 大部分人是再也沒有動以前這麼嚴格 那我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發現 如果 就掉得非常的快 那我就在想說那你 那你現在就想要了解 那你在進食這一方面 你有發現到 因為你說你也有那個電子秤嘛 那你有發現到你 你這個肌肉率啊 就是因為你不吃東西的話 那你身體其實蠻容易掉肌肉的 那你有你有這個困擾嗎 沒有 我為什麼 因為我是健身教練 我每天都在練肌肉 我平時五天要教課 我的運動量 這個我們可以再談一次 如果談健身的話 我還有好多可以講的 因為我是職業健身教練 所以所以這個這個我是每一天 我的Cardio Exercise 和我的這個Physical Activity 是應該是十倍於我同龄人 就是十倍於 就是我帶一個這個 我帶一個那個Fitbit的Watch 我們這個Age呢 我只需要21 Zone Minute 就是Cardio Exercise的Zone Minute 在這個就是你的心肺活動 它只需要Fitbit 是這個就是這個Monitor 是咱們現在這個世界上 應該是最好的最專業的 這個Monitor 你的這個心肺運動的東西 所以像它的21個 心肺運動的這個Zone Minute 就是我這個Age就可以滿足了 就OK了 Per Day 我每一天教課的時候 我的Zone Minute在200多 所以我是十倍於 我是十倍於正常人的 那麼我的精力非常旺盛 而且我呢 看起來比我十屆Age年輕很多 這個跟我的常年運動有關係啊 所以我這個 斷食不等於我不運動 我是比所有人運動量都大的人 然後我也做力量training 就是說我 因為教課的時候 說我不用那個weights嘛 這些東西 但是我在家裡都會加一些weights 來保證我的肌肉不流失 所以我現在做一天的這個 也是為了保證我的肌肉不再 它一定會流失一點 但是主要還是fat 那麼我不想讓我的體重再降 也是為了保存我的肌肉 這是您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義的 就是說 就是說 當我們 當我們在進食的時候 我們流失脂肪 我們一定也會流失一小部分肌肉的 但是你架不住我 它repeat的我在做 我在用它呀 我一直在鍛鍊在練它 所以它就又回來了 那一天什麼都不影響 事實上 16 8還有這個5 2 這個在職業運動員裡面 現在用力也非常的普遍 就是說 像我還不是職業運動員 我只是個健身教練 我一天兩個小時的高複合運動 但是 你知道職業運動員 他一天要到 有的時候七八個小時 都在賽場上跑啊跑 到鍛鍊 對不對 還有像dancer 像那些舞蹈家什麼的 他的 他的消耗更厲害 他們的那個進食 其實這個就是 intermittent fasting 也是非常普遍使用的 現在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大家可以各說幾件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會有 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都可以問 那杜杜我想問一下 就是 比如說有的人他胃不好 那你在斷食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更加損傷胃 或者是有的人肝臟不大 或者肾臟不好 也不一定有什麼重大疾病 但是 其實 肝臟 肝臟是這樣 就是在我早期做這個 進食研究的時候 它是這個理論 我是相信的 它是講這樣 就是說 當這個進食過程中 因為我們的肝 我們的胃休息以後 我們的肝是非常辛苦的 它很辛苦的去 開始啟用一個 它平時不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去把身體裡的 其他的東西 轉化成能量 轉化成我們平時 通過食物來的能量 所以它轉化的過程中 這個肝一直在拼命地工作 那麼它這個理論呢 就是說 這個肝在拼命地工作的時候 就像我們在跑一個馬拉松 就是我們鍛鍊身體的時候 會覺得累 但是我們過後 我們 但我們過後 我們的身體就強壯了 就是通過運動的這個肋 使它更強壯 所以有些科學的這個實驗 就是說 在During Fasting的時候 你去做肝功能檢測 有的可能會覺得指標不好 但是你過兩週以後 就是結束 Fasting以後 兩週以後 你再去測觀肝功能 就是過去有一些肝有問題的人 它那個問題會減弱 甚至消失 所以它就是說 給肝一個去用的機會 然後給你胃呢 一個完全休息的機會 這個我覺得要因人而異 你比如說你胃病 你一個你就 就胃疼 就胃疼了 不會癢癢 事實上 我認為這個是可以治胃病的 OK 就你自己的感受 就是覺得 但是我覺得 因人而異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的身體 器官都是不一樣 所以就不會說 你沒有吃東西 然後胃酸分泌過多 然後比如說 輕濕胃病啊 這些 而十二指腸的病 然後就造成 就加重胃溃疡的 這種傷害 就在你的體驗中是沒有的 我自己沒有 而且我也沒有這個 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個 沒有胃病這個問題 所以我呢 也沒有配很多的 tension去研究 這方面的資料 那麼我覺得 這個方面 可能有待更深的探討 或者呢 你可以 像我建議 所有有各種 器官性病變的人 你要做這個進食之前 一定還是應該 跟你的醫生說一說 再一個呢 你可以從一頓飯開始試一試 這樣做 比如說明卡你 我就不認為你需要進食 因為我覺得你有點虛弱 就是屬於我 就是屬於我 所說的那個虛弱類的那種 那種 category的人 如果你平時都覺得你很虛弱 然後 你還餓自己幹嘛呢 那像這個 比如說有的腎臟 它不是很好的話 那在進食的過程中 是不是保持這個水 水分會很重要 有的人是 還會喝電解質之類的這些 喝電解質 喝電解質 一般運動的時候 你在消耗的時候才是 我進食的時候 我的整個生命的這個 機體和我的所有的事情 都minimum minimalize to the minimum 所以像我進食的那一天 我是不運動的呀 我不運動 而且我也所有的一切都shut down 所以是屬於處在一個 非常近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實際上 我是不需要電解質的那種水 我包括教科 我都不喝電解質的水 它這種是有些地方是搶 就是要求 因為它吸收快嘛 補充能量快嘛 像很多運動員 他都會喝這個電解質的東西 我不喝 但是我喝大量的水 所以你是在進食的時候 也是就是喝水 是不是也是蠻重要的 不使勁喝水 我幾乎不喝水 喝一點點水 需要我才喝水 不需要我不喝水 就是包括消化水這個功 這個部分也休息 也休息 不渴我不喝水 就是不渴我不喝水 事實上為什麼我說到尿液的問題呢 就是人不進食的時候 你會發現尿根本就沒有顏色了 所以這個很多人的身體裡的毒素啊 什麼東西 它都是吃出來的呀 你不吃它就沒了 就是這樣 所以那我進食之後 你比如說星期五上午我要教課 那我一般做進食開始 我是中午回來吃一個很好的一頓飯 因為這又說到運動了 差不了 這個運動的時候 運動之前一個小時 和運動之後一個小時 補充蛋白質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時候是你長肌肉的時候 所以我每天早晨教課以前 我一定會吃兩個雞蛋 at least 我還會吃peanut butter抹的麵包 我還會吃一個水果 然後呢我平時是不怎麼吃甜類的東西的 但是因為我馬上要去教課 要那麼大量的消耗我的能量 所以我這個時候 會把我平時馋的捨不得吃的 比如巧克力呀 或者是類似croissant這種 就是特別高能量的東西 就會吃一點 因為我知道很快我就會消耗到它 那麼我回來 我教完課回來以後 我立刻我馬上會吃很多的這個肉類食品 也會有的時候會 一天我會吃四個蛋這樣子 就是我會再加兩個雞蛋 比如做個蛋湯啊什麼的 然後我會吃大量的那個雞啊魚肉 這樣 我澱粉攝入量不是很大 我平時正常飲食就是一片麵包 澱粉的量 所以我是 一日三餐啊 加在一起 不是就是一頓就是一片麵包 一片麵包就是 就是四十 四十克左右吧 一般全賣的麵包 然後呢 我會 它的 calorie 不足七十 這個樣子 所以我澱粉的 受量並不是很大 但是這個是有待爭議的 因為有一些運動員去參加比賽 以前要吃大量澱粉 因為澱粉是最直接能變成糖分 變成這個能量的 給它帶來能量 而且 而且是說大腦的 就是大腦消耗的主要是來自碳水化合物的能力 對 所以我不主張 人們做Keto 所以我現在說我們變成Keto Body 我們用Keto Strips來 Check 你的這個糖 但我不主張Keto Dieting 我原來也做過Keto Dieting 我認為那個非常不健康 因為很多食物不能吃 而且也不能滿足我的口福之餘 因為我是屬於什麼都愛吃的人 所以它那個Keto Dieting 它不讓你吃澱粉 然後而且很多蔬菜和水果 你都不能吃了 因為那些蔬菜水果裡面 只要有澱粉 就不符合這個Keto的這個philosophy 所以它裡面 它是通過高熱量 高蛋白 然後高脂肪這種 來代替這個澱粉 我是不主張這個Keto Dieting的 那Chat Room裡面好像有人在問 杜杜你能看到 Chat Room裡面的Message嗎 我得專門去看一眼 我去看一眼 OK 好像有人在問 怎麼受腰什麼 因為那個Message 等一下 然後 Innes 舉手了 這個不是問近視的問 這是問鍛鍊的問題 我們健身的 OK 這是問怎麼練腰部肌肉 就是年紀大了很多老年人 腰彎腰頭腿 我們怎麼能練 預防呢 謝謝 OK 這個 我們以後請杜杜 再來講一次健身 我可以一句話再講 你所有的鍛鍊 這個人體是一個whole body 是一個whole piece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一個組成人的身體 你要練 單純練腰腹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練全身 你不可能只練腰腹 人要有精神神清細爽 要這個走路直板直溜溜的 你要讓全身的每一個部分 都有能量 都有力量 他才可能把腰直起來 腰和腹是英文裡叫core 這個屬於核心肌肉 這個核心肌肉群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人體的組成部分 這個核心群和你的四肢 和你的mindset和你鍛鍊的時候 你的那種強度 心肺運動什麼 全部都是連起來的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說 因為這個話題太大了 好的 那個Innes舉手了 Innes你有什麼問題嗎 對我有兩個問題 首先我特別開心 今天能聽到 杜杜杜的分享 因為有幾個朋友都說過 他們自己的間線性斷式 我一直都希望有一個時間 能夠更系統的仔細的了解 那剛才一路寫筆記寫了三頁 都覺得很多 很開心 那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也許可能不能一兩句話說明吧 但是我有聽到杜杜說 以前會去看佛教的這個 過午不時啊 大家的壁谷啊 還有一些佛教裡邊的一些 一些探索吧 對於這方面的一些靈性的探索 那同時我也聽到杜杜說 自己是基督教徒 那在這樣一個層面上 你是如何去 這中間是不是有一些什麼經歷 或者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比較好奇 那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提到運動前一個和運動後一個小時 是不是蛋白質 長肌肉這個特別重 在動物蛋白質和植物蛋白質之間 有沒有什麼就是區別 還是說都可以 對就這兩個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啊 那個我第一 先說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動物蛋白 有的人吃素或者吃肉 我覺得都不太要緊 只要你收入足夠的蛋白 那麼我認為 像我 就認為所有的食物都有它自己的這個 別的食物不能替代的東西 我是不主張吃素的 我是一個肉食動物 而且我是什麼都吃 我認為一個健康的飲食應該什麼都吃 因為動物蛋白裡得到的東西 和植物蛋白裡得到的東西 還是有區別的 所以我不主張完全吃素 這個觀點可能有很多人現在不一定同意 但是這是我的personal opinion 我認為任何食物我們都要吃 不挑食 什麼都吃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真的是要去吃素 那是your own choice的話 那我覺得運動的話 那你可能要加蛋白粉 除了吃這個比如說豆腐啊 豆制品啊 因為你從動物 植物脂肪裡面 最主要的就是豆類食品嘛 它來這個蛋白質 它不一定就是夠 你像你吃一塊牛排 或者吃這個幾個大雞腿 然後或者吃一條整魚 它那個飽浮的感覺 那它真的是吃幾塊豆腐沒法比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真的是沒辦法 今天所有的都是 度度個人的分享 Exactly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judge anybody 然後而且我覺得 每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 所以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我只是說我個人的東西 那麼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咱們說到 第二個問題那個是一個 屬靈層次的東西了 嗯 是這樣 因為我是寫東西的嘛 我是這個 寫作是我的 作家 對寫作是我的一個 很重要的生活力的一個部分 那麼我認為一個作家 要誠實的對待一個 文學的這個態度是什麼呢 就是你一定不要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就是當你要寫什麼東西的時候 絕對不要 這是我個人寫了這麼多年 我最後給自己立的一個 一個規矩 就是說 I don't 這個給我自己一個框子 或者一個box I don't 所以不管是宗教 信仰 還是別人的語論 讀者的反饋 Anything I don't care I write what I want to write 所以呢 有這個觀念以後 我就是我的文字就能更誠實 更誠實的反映出 我想表達的東西 它不帶有任何偏見 它也不帶有任何judgmental的這種power 那麼它呈現的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一個現實 我自己在生活裡面 我也try to做到這樣 就是什麼呢 就是信仰和宗教是兩回事 我不認為這兩個應該混淆 就是我信 我信基督教 我信三位一體的東西 那是我的信 你看不見摸不著 but you it's there it belongs to you 你知道那種東西 那麼宗教我是把它當作一種文化來學的 比如說當我在研究佛教的時候 那我是把它當作一門學問來學的 我不是帶有一個先信了他 才去學的這個東西 那麼基督教我是信他的 所以這是區別 我不知道我說的清楚不清楚 那麼有一些文化上的東西 我們是沒法拒絕的 比如說我也不想騙人說什麼呢 說我們沒有受過佛教的熏陶 或者是我們 我們從小就是無神論 環境中長大 我們中國的這個基礎 就是佛教的基礎 到處都有廟宇 對吧 走到哪兒各種風景點 全是都是廟 對吧 走到哪兒那個香火繭繞的 你都要拜呀 點個香啊什麼 就是everywhere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可能沒有佛教的影響 事實上佛教的很多東西我是贊成的 而且我自己有一套理論就是 區分那個佛教和基督教的differences 我現在在連載的這個中國湖裡面 最後有一個這個賓兒最後出家了 我其實就是那段時間 我練打坐的時候 我正好在寫他這段東西 所以是跟他同步的 那個時候我也在進食 就是我剛才談到 我有過那種就是神明而近 就不睡覺 然後就也不吃飯 然後像真的又好像 好像那個超脫了變成神仙的那種感覺 那那種時候正好我在寫他的那段 非常有意思的 這些有些東西可以慢慢的分享 不知道回答了你的問題沒有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謝謝謝謝 其他有沒有問題 我進食我也不是為了減體重 它只是一個附帶的效果 你知道這個 你只要斷食你肯定會丟體重 就是這樣 但是我並不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需要減重的人 我就是本身非常fit 我是就是達到一個這個 那三個這個三角 一個平衡 這個spirit mind and body的一個 harmonic的triangle 那nita你能不能幫我們看一看 在chat room裡還有沒有什麼 其他沒有回答的問題 好像沒有了 OK 那現在也快到九點了 那我們就 今天我們就到這 我們就非常感謝都督 謝謝 講的這麼又詳細 又系統又清楚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我這邊 對就是如果大家 想加入我們的微信群的話 那就歡迎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我在chat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message 我來看一下 我可以發一下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網址 林卡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網址 也給他們 分享出來 網址那台已經分享了 對我放了 對 然後你自己的個人的微信 別人加了你可以進你的群嗎 是的 對就是這個 加這個群 因為現在已經超過兩百了 所以就必須得先加 就是必須先加我這個個人的 所以 那我 我看看我看 我有沒有一個send 那現在 那現在就沒有了 那 Nita你可不可以幫我打一下 就是我的微信號 對 就是 你的微信號 ROB ROB B B for boy 然後是L-I-N-C-A L-I-N-C-A 然後是W-A-N-G W-A-N-G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R-O-B-L-I-N-C-A-W-A-N-G TOPICS 偶爾會有一些討論 在這個 我們這個叫趣味知識漫談群 是我們在講座中 就是形成的一個群 這樣子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 那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 謝謝Nita 給我們臨時抓來 做technical support 非常感謝 我這叫客串客串 Nita Nita來自台灣 大家能從他的那個 口音裡能夠聽出來 對 我這個口音 非常溫柔的口音 我都躲不住這樣 就被發現 完全就沒有辦法隱藏 雖然我老公是山東的 然後但是呢 我還是這個口音 真的是沒有辦法 無法改相音 很好聽啊 很好聽啊 好 那那個 那杜杜下次等你有空的時候 我們再請你來講一次健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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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很好 也歡迎大家去看 杜杜的微信號 你微信號就叫杜杜天下 對吧 對我的公號是杜杜天下 然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加我微信的話 對 那你 那杜杜你把你的加上 我是 我是 就是 蝴蝶 我這個手機上 我還不太會 用 那 可不可以幫杜杜打一下 就是 butterfly d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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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在一起嗎 對 d u d u 對 我想我也打出來了 出來了嗎 好 對 對 對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我加你 耶 好的 謝謝 太精采了 我覺得我也太多問題 但是不想要佔用大家的時間 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問問題 沒有 就覺得可以延伸很多 那但可能就是閒聊 像因為我覺得就是 在做這一系列的這個 增肌減脂 然後鍛煉重訓 然後飲食 然後168斷食 就我們這一群女人就是 各種各樣的奇怪的東西都出來 然後 然後大家都會有一些 呃 就好像都是 learn a lesson 這樣就像 就像我覺得像杜杜講 在你身上work 不一定在別人身上work 然後呢 在你身上能用的 譬如有些東西你覺得真的很有用 但是別人他就是堅持不下去 我覺得很多這種 這種東西 然後每一個人的觀念想法 對啊 對啊 就像素食婚食也是 我看 有個人問這個是不是 林卡是吧 是 是的是的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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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city 我在 city of Ottawa 對 啊 好吧 對 我和Dudu認識是在多倫多認識的 Dudu來參加 是的 做一個作家節 書展 對 然後我們在那裡碰見了 然後從此就成了好朋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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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有緣千里來相見 是的 然後你下次再來多倫多的時候 我也要湊一腳 你也硬要參加 一定的一定的 硬要參加 非常想 好的 好的 謝謝你無私的分享 好的 謝謝大家 是的 非常感謝Dudu 那好 那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兒 大家晚安 Dudu晚安 拜拜 拜拜 拜拜